除了上海,但始终不能归为上海人,所以这种地方也很陌生。 通过电影来做这个梦。 做好这个梦,其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10年前《青红》开完的时候,就想有朝一日能够受到上海的重视。 因为《青红》那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就叫《Shanghai Dreams》。 当时好像差点劲了。 又拍一部《我十一》还是差点劲了。 然后我就一生气再拍一部《朝龙者》。 但《朝龙者》里面没有再继续延续上海,回到了北京。 因为我觉得《三线》不光是上海,还有各地的,包括北京。 但是呢,好在这个《三》的片子弄完之后, 今天有了这么一次,连续放一个机会。 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上海这块文化局和学校。 也感谢我们两天来一直陪着强忍着看所谓的我们说的艺术片,这么一种压抑的心情。 陪着《三部电影》走完这一趟。 那这个《三部电影》有一个暗含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它的背景。 它的背景呢,就是讲当时66年,6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三线建设。 那《三线》建设为什么在上海说起来会特别特别的重要呢? 就是因为,其实《三线》建设里面的很重要的主力军人员,还有工厂室, 其实从上海出去,散步到很多地方,大西南,大西北,还有很多。 这一段的历史呢,实际上可能,我相信年轻人, 七零后或者八零后,就不可能了解,不可能知道, 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还能够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呢,简单介绍的话就是说, 六五六六年,这个当时的政府为了西南的建设, 同时也为了防止打仗,那时候情况很紧张, 那么就把沿海的大工业的这个基础就内迁, 内迁到这个山区里面去。 这样防止打起来的话呢,我们还有军工的东西在, 特别是军工企业在里面,还能够支撑, 还能够不被瞬间给遭到破坏。 就这样,所以就有了一个大的迁移的支援三线。 这个三线不是现在的三线城市,一线城市, 而是整个这个,这个这个,从沿海到一线吧, 好像打起战外,这就是一线了, 比如这个军舰过来啊,敌人的炮弹过来啊, 落在一线的大城市,摧毁。 然后再往后,二道城市,二道像湖南啊, 这个地方叫二线,江西啊,再往前, 众生到里面,就要打三线。 所以呢,就我们家,就是, 其实我生在上海的健安,健安市医院, 老健安医院,我帮忙,我帮忙, 出生五个月,我就跟着父母,就, 我母亲是上海光学仪器厂,传光厂, 我父亲是上海戏剧学院, 呃,表导,五九的。 然后他们其实,他毕业以后,留校, 到66年的时候,都已经留校教书, 教了八年。 实际上呢,对他来说, 已经纯粹是一个上海人了, 连读书四到五年嘛,十二三年在上海。 但是因为就是内签, 然后我母亲刚刚生了我, 所以呢,而且当时要去内签的时候呢, 呃,大家民间一直流传, 就忙着要打仗了,很快就打仗了, 炸弹就过了。 那么,我父亲就觉得, 刚刚出生,刚刚结婚, 这么一分开, 如果他,我母亲去了贵州三线, 他要是留在上海, 为了自己的事业能做好, 留在那里的话, 实必就是两地分居。 而且万一刚刚离开,炸弹就过来, 一打起来,战争就爆发了, 就比如说是两口, 你不能在一块儿, 你孩子不能在一块儿。 所以我父亲呢,就也同时呢, 呃,就离开了上西。 就很快,大概是一打报告, 这边一说, 因为那个时候是, 只要那里牵走了, 马上又爆发就不行。 而且是要,呃, 鼓励是全家都去的, 就说不是一口能去, 希望你全家, 带孩子都去, 这样的话, 在那块建设是比较安心, 所以鼓励全家去。 那我父亲就, 当时就离开了, 上西就到了三线, 那我也就在三线, 我在贵州, 我就长大了。 那么我们是, 其实因为是, 上光厂嘛, 上去光学厂过去, 呃, 到那边开了一个, 也是光学厂, 是前往进的, 军事的。 那么大部分全上海, 当然我们工厂里也有各地的, 有北京北啊, 有东北的, 都有, 但是绝大部分是上海的。 在那个小的圈子里面呢, 小的工厂法里面呢, 全是我们上海过去。 所以我从小呢, 从有记忆开始, 其实我, 我对上海没有影响, 然后我也自认为, 我父亲不是上海人, 那我父亲在上海十二年, 他都不会讲上海话。 而我母亲呢, 是安徽人, 所以我们家呢, 是在上海是, 其实是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没有个人。 去了以后, 对上海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长大的时候, 在过程中呢, 我就很疑惑, 我知道我俗生了上海, 但是, 家里没有, 不像别人家里, 有爷爷奶奶啊, 还有外婆啊, 或者还有哥哥姐姐, 还有父母的兄弟姐, 没有在上海, 亲戚朋友在上海, 我们家是没有的, 但是呢, 那个环境全部是上海人, 大家嘻嘻嘻嘻嘻嘻, 讲上海话, 灵女之间做鸡菜混沌啊, 什么都端来端去, 不想吃啊, 什么的, 这是我小时候, 上海人的影响。 所以我, 潜意识里啊, 也有觉得我是上海人, 因为我们在讲话, 对吧, 慢慢上海, 上海话, 所以我到现在也能说, 也会听, 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环境造成。 然后, 我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 其实我是无忧无虑的, 因为我对外界是没有任何影响, 一睁眼一长大, 就是这个山里面, 群山环绕的地方, 反正这个世界就是美的, 没有其他地方, 有什么贵样, 要出一趟上海很难的, 而且我们家因为上海没有亲戚, 北京的亲戚又很远, 所以呢, 每到过年过节呢, 很多的邻居啊, 那个时候上火车呀, 大包小包的, 就, 就回上海摊个清, 一回来就是把上海的, 糖, 盐, 什么醋, 酱油, 哎呀, 肉, 大白兔奶糖, 什么水都往这边运, 上海蛋糕, 全上海的, 往山里面运, 哎呀, 那时候我们就很羡慕, 觉得上海有亲戚啊, 能带来这么多上海货, 有时候小朋友能够分到一颗奶糖吃一吃, 我都知道有一个上海, 在远方, 但是呢,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去不了也够不着,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慢慢的成长, 然后接触到的是呢, 是我最近的人, 像我街坊邻居啊, 还有包括我父亲, 他的经历, 他的那个, 应该说是情绪吧, 他带有点点很, 很不一样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情绪, 因为他不是一个工人, 他到那个工厂里面, 他, 呃, 做什么呢, 他一开始只能做这个工会, 就是, 摆桌子啊, 什么领导开会的时候, 他摆摆桌子啊, 什么的, 清清茶什么的, 就很奇怪, 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后来领导一看, 实在也不行, 说那, 怎么办呢, 他就去车间里吧, 去车间, 他去车间也不会啊, 怎么办呢, 就给他弄到那个油漆车间, 因为油漆那个机器, 比如说, 哎呀,哪里损坏了, 哪里什么叫做, 刷刷这个漆是不需要技术的, 拿刷瓢刷瓶就好, 结果他刷了几年以后呢, 觉得还是不行, 后来就说, 通过朋友调, 就调到了这个, 贵州省的京剧团, 那在贵州省京剧团里面呢, 终于找到一份, 跟他接近, 因为他是舞台嘛, 但那也是京剧, 样板戏那个时候, 毕竟跟年画区和老化区不一样, 在那个时候, 也没什么写好演, 也没什么好唱的, 所以就这样过来了, 那么这个十几年, 后来我们是79年离开的, 这十几年在贵州的生活, 然后看到父亲的这种油漆, 就身上就是自己的专业, 没有办法发挥, 没有办法去做, 就是为了照顾我们, 就留在那个山里面, 这样的一种经验的承担, 让我觉得这一辈子, 我在我看我父亲的一辈子的时候, 感触非常深, 因为人的一生, 他不像游戏, 不像什么可以重启重来, 他是不可能的, 就一个选择, 或者一次的被选择, 他就走上了这一套路, 那等到他退休年纪大了, 社会再变化, 他也其实干不起了, 很多东西他就跟不上, 这一生就这么, 因为这样的事情而过来, 度过, 所以说, 三线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没有感觉, 没有影响, 因为离大家太远了, 而且是在整个的上海这个区域里面, 也是一小部分, 但是对我来说就不一样, 因为我亲身的看到了, 陈先生上班的这些人, 他们的经历, 还有包括到了七八年以后, 那基本上就是改制了以后, 这些老的军工企业都, 基本上关张了以后, 那么这些人在争取回来, 很多人就回不来了, 很多人回不来了, 因为上海的户口啊, 什么家里的过去的老房子, 他们一走其他村地, 纷纷拆拆就没了他们的地方, 就回不来了, 那有些人通过很多年再回来, 老年了回到这里来, 想办法能讨房子, 但是户口和关系还是在, 在贵州,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继续留在那里了, 那么到我们父辈这样, 已经很多人就去世了, 他们就从三十岁, 二十八九七八岁的时候, 六十年代, 想用政策支援了三线, 离开了上海, 然后一直到他们就是, 在那里去世, 他们的孩子, 孙子, 然后变成了贵州人, 贵洋人, 他们的语言呢, 也在慢慢的削减, 就从第一代的上海化, 慢慢到第二代的贵州化和上海化交界, 然后再到第三代的纯粹的贵州化, 那对上海更是一个梦啊, 就是上海梦更遥远, 越来越遥远, 慢慢慢慢就同化成当地的贵州人。 所以在整个我们的上海这块, 有很大的这批人, 其实就是说好听的是为了祖国的建设, 为了国家的安危, 就整个把自己的一生, 或者家庭, 以及未来的全部, 放在这个异乡, 这就是三线的这个由来, 以及我所了解的三线。 所以为什么后来我拍这个电影, 大家都很奇怪, 说完全是怎么回事啊, 拍一部还不够, 拍两部,拍三部。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历史和环境和背景, 它不是当时一下子发生了, 然后一下子就结束了。 就算是它结束了, 但是刚刚我说的, 它一代一代的人, 它受到了影响。 就是, 他们到了上海也好, 上海像这样, 那么他们不得不再回到贵州, 他们的新的故乡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一辈子将就在那儿, 孩子, 孙女就在那儿。 所以呢, 他们这些影响, 不是一个时期能结束的, 可能要延长很长时期。 所以为什么说三部到了老年闯入者, 其实他也是在受影响。 那这就是我所说的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 人的这个艺术创作, 是否和人的经验, 经历是有关联的, 他的生命体验是有关联的。 那一个人, 他的性格, 他要做什么, 他要说什么, 他一般都离不开他的过去。 我们经常想是忘记过去, 实际上我觉得, 想要忘记是忘记的。 你虽然可能表面上忘记了, 但实际上你血液里的记忆 已经深深地闹下来, 你曾经经历过往的一切。 再加上说, 一个人如果他会轻易地去忘记,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呢, 就像我经验的同学里面呢, 他们有的来到了上海之后呢, 他们就选择忘记。 他们就把过去二十几年, 三十年, 在贵州, 或者在四川, 或者在哪里, 他们经验过的这些, 三线的经历呢, 撤, 断掉, 就不谈。 想要从记忆里删除, 因为他就说, 我本来就是上海。 我只不过用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时间, 都能弄那个圈子, 我还是回到了上海。 他就要割断。 那割断了以后呢, 当然是作为一个, 假如说他作为一个, 为了生活, 为了更好地往前走, 他割断是可以的。 因为他可以在上海买房, 重新融入上海, 跟上海的亲戚朋友, 及同学, 重新用一种正常的上海经验, 就跟他们交了。 而不至于说, 我是来自于三线的贵州。 这样会给人造成很奇怪的感觉。 这部分人他可以割断。 但是呢, 所以我来说呢, 我觉得割断就是很残酷, 也很残忍, 也很不道德的。 因为我就是从那来的, 我的命运就是这个。 那我特别是我要从事什么呢? 从事艺术创作。 那艺术创作, 它就需要这些东西。 它就需要, 你看很多的艺术家, 小说家, 它其实在童年, 或者成长的经验和经历, 不管它美好也好, 残忽也好, 痛苦也好, 这都是它的创作的基本的根源, 就根源, 力量的根源。 所以呢, 如果从事一个艺术创作的话, 我觉得旺季是可视的。 那不管是我们从铜弯的大的历史的旺季, 还是小的, 微观的, 个人生成的一个经历的旺季, 都不可以去, 特别是到艺术创作。 那么, 对我来说, 我在总结我自己的时候, 就是, 我要把这一份经历, 甚至我对负面和同伴们看到的经历, 当成一个财富。 别人说起来很痛苦, 吃不到糖, 没有衣服穿, 不如上还好,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这些就是我的秘密, 就是我的经验, 我把它分享出来。 那这就是我, 作为我作为创作者的一份。 在这个大的版图里面, 一份独特的一个贡献。 我可能追求跟别人一样, 但是我贡献了我的这一部分。 这就是我在这个三部曲里面拿出来, 别人怎么去怀疑我, 或者说, 你怎么, 为什么要这样, 此丁了这块, 不放。 那我说, 行,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为什么不放, 为什么要做。 那么, 我觉得, 再说到这个遗忘, 就是说大的话,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个人也好。 我们经历的一切, 其实, 不管它是好是坏, 是灾难, 还是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幸福的好的回忆, 其实都不能忘记。 我对现在的, 说一句话里, 对过去说, 忘了过去向前看, 那是一种立志, 那是一种生活的层面, 现实层面的立志, 赶快去建设就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慢慢要开始在这个推进和建设部分中, 更多的要提到一些什么呢? 对过去的梳理, 对记忆的重新的实解, 我们扔掉的态度, 遗忘的态度, 检回来梳理清楚以后呢, 其实倒是为未来往前走, 更加是有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从国家层面, 还是我们个人层面。 那么一个人, 我觉得分两点。 一个是, 物理层面跟世界的沟通。 物理层面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租房, 我们要穿好衣服, 吃东西, 要吃好东西, 我们要慢慢地把物理的这方面, 生活的基本东西要弄好, 物理层面。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精神层面。 那精神层面就包含着你的思想, 你的意识, 你的意志, 还有你的记忆, 这些都是精神层面。 那么, 艺术是什么呢? 艺术实际上就是, 一个人除了物质层面跟世界的关系以外, 就是精神层面的, 也个体的意识跟世界的关系。 那么是, 我们不能说谁高谁低, 但它同时并存。 如果你没有了这个, 你光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 这样的生存者, 那是一种生存, 一类人。 还有一类人, 可能他不需要太豪华的外包装, 不需要太豪华的豪宅豪, 他一样活得很富有, 就是他, 那这个人一定是, 一个精神很富有的东西, 从事很崇高的艺术工作的人。 这样的话呢, 他有更多的精力, 更多的用精神的意识, 和那个世界沟通。 那世界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我对世界的考虑, 是不是通过我传纳出来, 跟别人分享, 或者传递和告知给很多, 没有这个想法的人, 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呢, 让很多人, 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 都能达到, 共同的对世界的看法。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那在当今的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的都是, 当然这个学校, 文化学校, 是从好莱奥来将很多技术, 这是帮助电影的创作,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面。 但是呢, 我们更需要提醒和重视的, 就是说, 在一个技术的, 无限的发展的今天, 我们不能忘记, 它里面的核心, 就是一个创作者, 一个艺术家, 和世界的关系, 和你的态度, 还有你真正的内心, 有没有需要表达的, 让我们感动的东西。 这些是电影真正的核心。 这些是我们在一个, 大的市场方面, 光看结果票房, 而忽略了内容的, 这个时候, 特别需要强调。 好,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想来一下。